全国投资朋友大家好 我是林达辉 欢迎收看股市未来学 台北股市的压回 其实开盘前 大家会听到的是 苹果的盘后盘跌 纳斯达克电子股的这个大本营 好像盘后也跌 才一个percent 那所以其实各位也不要把外资 想得太过于神话 外资一般其实他在做动作是 机械式的动作 所以他找盘先反应的是 先杀嘛 先杀可是尾盘不对啊 为什么要杀 我等一下告诉各位 我等一下带大家看 为什么他压下来之后 他发现不对 然后赶快再收上去 这个地方只有在平盘插一档 这个是机械式的动作 外资 然后为什么看不对 要拉回来 不是只有一档股票 很多股票带大家看 所以如果说你很认真 你说开盘前就知道了 美国盘后盘跌 然后苹果跌 可是各位仔细看 这是苹果 苹果的周线 涨了再涨 涨了再涨 涨到这个地方 其实过去一个礼拜是涨的 它涨了两个礼拜之后 你说昨天晚上的盘后盘跌 是跌在什么位置很重要啊 它是在涨了一段之后 然后过去几天在大涨的过程当中 你说盘后盘跌 这叫跌吗 它的趋势其实都还是在一个向上的趋势嘛 这是苹果 你认为说是今天的一个压回的原因 其实不对啊 苹果是涨了以后再压回 你说纳斯达克跌 纳斯达克的盘后盘大跌一个percent啊 可是过去一个多礼拜 这一个多礼拜 其实纳斯达克是往上飙的 每股的电子股的大本营 过去一个礼拜是往上飙的 然后你说昨天晚上的盘后 它跌 还是在这里啊 所以你要先看清楚 市场的氛围 它到底的反应是对还是错 然后你再回到最原始的 我希望各位建立 你的操作标准 我希望各位在这一次 台股资金的集中化 未来的趋势当中 去建立你短线的SOP 就一个刚才你看到的大立光来讲 大立光一样啊 差一点点嘛 你这个地方买 你会赚 这个地方买 你赚了400块 可是这里为什么在前天不能买 在前天这个地方不能买 就是差一点点嘛 那差这一点点 就压回来 可是发现说 压回的理由不对 所以再拉上去 其实我要讲的是更重要的 你听到什么看到什么 其实倒不如你自己建立一套 属于你自己的SOP 你其实前天 昨天你就可以知道说 其实大立光来到这个地方 你要进 还是差一点点条件 就差那一点点 那所以 我今天要跟大家谈的几个内容里面 包括说 太阳能还是强 生机类股里面的个股 还是相对的强 可是我要谈另外一个 各位没有注意到的 大陆开始实施 他的农粮政策的自由化 这个农粮 农业上的一些原物料 大宗物质的控管 过去在大陆 是比较属于政府在控制 可是他发现说 一定要放给市场 让它市场化 自由化 那在整个大陆农粮政策 自由化的过程当中 就有股票会上去了 所以你 这两天看到的 你说这个 位权很强 统一 昨天拉出一根红棒 今天又压回来 甚至于连这个都在涨 你会说 食品股到底是什么 一个现象 为什么食品股这几天在涨 就是我刚才谈到的 大陆政策的改变 让它的农粮的政策 整个大宗物质 的一个政策 让它市场经济 让它自由化 自由化之后 很多相关的个股 我讲的是台股 里面就会有产生机会 我们等一下来谈这个部分 你不管什么样的题材 什么样的个股 你先把最短线的SOP 最新的短线SOP 先建立 这个简单的 我会提醒大家 像这个地方是 涨上来到90几块的时候 其实70几块的时候它又涨 它又涨到90几块 可是90几块这个就是压力 然后当它涨到90几块的时候 这里是90嘛 90 涨到90几块的时候这个地方 为什么会压回来 因为碰到这个压力 你要先尊重啊 90到60 这里又是30块啊 这里你怎么知道 很简单 一秒钟就可以看得懂 一秒钟你就可以看得懂 这里就是压力 从90块它还涨超过 其实它涨到这个地方再压回来 涨到这个地方90块 然后再刚好压回来到60块 这个简单的 其实有人提醒也好 没有人提醒也好 你就是一定要会 那这个比较复杂的 我今天要用这档个股来谈阻力的行为 这个就不是一般你能够看得到的 从85块压回来这一段 竟然是融资在买 你说这个正常是散户的行为 散户是压回往下买往下买往下买 这个是你要对市场够了解 对市场够了解 对整个主力行为够了解 好这一段压回来 你说散户买不会涨 这个融资增加不会涨 融资增加这么快你看 融资增加了从7000张到13000张 融资增加这么快 散户往下买这不会涨 你刚好又错 因为它压回来这一段 就是换户头 就是在这个地方换户头 换完户头之后涨啊 从56块涨到85块啊 然后85块再压回来 这一段再压回来 再压回来过程里面 它又再换户头 所以连这个一次两次 你注意看这个主力的行为 其实一时之间看不懂没有关系 因为都有我在提醒大家 毕竟这个主力行为里面 是比较困难的一个部分 但是简单的 你可以知道啊 简单到说94.1 连续两天没有过 94.1 在这四天当中连续两天 都没有收上去 94.1没有收上去 跌到77 94到78 这个地方够简单吧 简单到你看电视都知道 只是你不愿意 你不认为说我讲这个有什么特别重要 94.1没有收过去 94.1没有收过去就从94.1 跌到78块 这个不是你可以一眼看出来的吗 这个是一秒钟就可以看出来的 不要讲前面的这个主力行为 比较麻烦的部分 就我帮大家看就好了 所以这个简单的你本来就要会 那你现在看电视买股票 你到底学到了什么 不要开玩笑 很多人每天看电视 秀抠讯 然后跟你讲这个 什么地方买什么地方卖 你看电视买股票 你真的学到什么 各位好好想一想 所以你如果要看电视买股票 倒不如看这个吧 你每天花个20分钟 看一下会员专属的分析附录 这里面我都会提醒大家 你本来这个位置是站在空方的 没有错 可是 后来我们在寻求新的一个空方条件 因为空方条件要重设 我发现它这个地方还不会直接下去 所以它也没有直接它真的在涨上去啊 它又从这个位置再涨到88块 84块压回来到88块 这个地方你并没有去空它没有错 因为空方条件在重设 可是88块在压回来的时候 为什么连续两根跳空 我想很多人会跟你讲 F预期连续两个跳空 这连续两个跳空是从88块跌到60块 又将近30块 这个你本来就是站在空方 你只是在寻找那个空方的条件 那你说跌停跌停为什么很简单 因为上半年 财报出来竟然只有赚0.25元 一档股票 从80几块 只有赚0.25元 所以跌停在跌停 可是当你看到说 上半年只有赚0.25元 赚这么少 看到它跌停在跌停的时候 其实你本来一开始 你就是在寻找它的空点 只是空方的条件 什么时候成熟 什么时候再空而已 这本来你就是站在空方的 再看 空方条件没有完成 这是79块 空方条件没有完成 79块又涨到97块 79块的时候你就想空它了 结果我说空方条件还没有完成 你还不相信 结果它从79 80 80再涨到97 可是涨到97这一次 又有什么不一样 涨到97块这个地方的时候 你要用最新的 你要用这个月我刚建立的 短线的SOP 短线SOP没有成熟 没有成熟 你不能在这个地方去买它 这里还有86块 86块跌到86块 86跌到68 86跌到68 那这个空方的SOP是怎么来的 你就算要做多 做多短线的SOP是怎么来的 你现在时间再回到7月15号 这里还有88块8 当它说这里不能买 这里不能买它先打回来到69块 一下来破这个低点77块到69块 这一段因为大盘的关系 它杀得非常快 直接杀到69块 可是69块又回到88块的时候 为什么不能买 因为又杀下来了 又破低了 为什么这里不能买 这里不能买的原因很简单 因为你也看到了 7月15号这个地方它的条件改变了 它的条件改变了 而这个条件的改变 虽然说它从69块涨到88块 可是我提醒过我们的会员朋友 这个条件改变 这里不能买 这里不能买 90块这里不能买 这里不能买 它就从89块又跌下来今天到68块 所以这一连串的过程 它都是有条件的 各位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 你与其要看电视买股票 倒不如把这些基本的东西 我交给各位的 然后我们最新建立的 短线的SOP 怎么去做操作 你把这个最后的一道程序 再把它完成 那你未来整个操作上 就会更完美 就会更好 所以现在比较可怕的一件事情 不是大盘跌 不是有没有成交量 不是行情好不好 都不是这些问题 现在对投资人来讲 比较可怕的一件事情是 这个市场上 比你优秀的人 都比你还努力 这个市场上 很多比你优秀的人 都比你还要更努力 这个才是投资人 你要赶快要去 要觉得可怕的地方 这个市场上真的很多人很努力 而这些努力的人 比你还优秀 可是很多人在股票市场 确实我没有时间啊 你没有时间啊 没有时间 怎么努力 要怎么努力 你就简单一点吧 把这里为什么做多的个股 为什么做空的个股 把这里面的记录 把这里面的记录 你把它念清楚 看清楚 你不用很努力啦 坦白讲 你也没有那么多时间啊 你一样 可以在股票市场做得更好 下半段回来我要谈这个 我们要谈太阳能 跟大陆的农洋政策的改变 这里面有股票 待会见 大家好 欢迎回到股市未来学 在今天大盘押回的过程当中 生计股还是相对比较强 然后太阳能还是相对比较强 那太阳能里面我昨天讲过了 就我所知 就我所认识 我所了解的 太阳能里面 真正能不能走出一片天 太阳能里面的指标股 是它 那可是什么样的情况之下 太阳能才能走出另外一片天 46.1 今天最高刚好就来到46.1 那46.1 你什么时候看到的 昨天嘛 昨天我不是说 太阳能里面的指标股 是茂迪 但是茂迪它要先搜过46.1 再来它一个48.1 这两个位置你看到它搜过的时候 整个太阳能的类骨 它就会走出另外一片天 哎价位可以事先看啊 不是整盘中看什么股票强啊 你要事先可以看说 什么价位搜过去 对它是有意义的 对整个族群是有指标性的 这个可以事先规划 那我现在希望各位了解的是 未来你如果还要在股票市场 你要怎么样把你的买 买的股票 台股的生命力 你怎么样把台股的生命力 趋势向上的个股找出来 然后把你的买进的股票 建立在一个趋势上的买点 任何短线的买单 都建立在一个趋势上的一个买点 好我们来谈这个部分很重要了 这是最新的一个SOP 最新进化的一个SOP 你要了解的 7月15号 你为什么在会员分析附录当中 你会看到9951的黄田 电视观众没看到了 但是我们会员朋友会看到 那一天7月15号 你看到黄田的时候 我们会员朋友还会问 为什么我在最后一个章 在你的分析附录里面最后一章 会在7月15号放上一个9951的黄田 他是全世界第二大的汽车窗帘 为什么在7月15号 这看起来有像会涨吗 这个地方看起来有像会涨的样子吗 那如果它不会涨 我为什么要去把它的资料做出来 我为什么要去把它的成长轨道做出来 那成长轨道才是我们选股的重要精神 那所以7月15号 你会认为这档股票会涨吗 到今天为止 它还是比大盘相对强 7月15号在这里 今天在这里 那所以这个就是最新的短线SOP 不错啦 我好不容易把整个架构 你怎么做多怎么做空 一定的标准 然后把最后你短线上怎么去看 都把这个标准都建立出来了 那你还不晓得去利用 你说你还努力吗 比你优秀的人都比你还努力呢 所以这个是可以证明说 短线的SOP 其实我们现在可以做的更提早一点 不要等它涨上来 你可以更早去看 要不要买是另外一回事 基本的功课 都要能够用短线的SOP先做到 SOP的精神 成长轨道 这个成长轨道亡羊补牢了 你就算去年不知道 前年不知道 现在开始知道说 原来这样的股票 这样的股票 它才是台股的生命力 台股的生命力 可以涨一波再涨一波 可以涨一倍 涨五成再涨一倍 重要的精神不再画一条线 重要的精神是在它的成长轨道 谁帮你找到 未来一定有可乘第二第三第四 可是可乘第二第三 下一档的成长个股 一定要有成长的轨道 它才会涨五成再涨一倍 然后短线怎么做 现在问题又更进一步 不是画一条线而已 短线怎么做 7月20号前天 我说可乘差一点点 请你建立短线SOP 可是可乘差一点点 这就在前天 可乘是不是差一点点 就差一点点 差一点点你给它买下去 这个又差了30块 你不能差那一点点 差一点点不能买就不能买 买下去就差30块 可是这个指标型的个股 今天后面都没有杀 跟大力光一样 大力光是拉上来的 这种趋势上的个股 它后面都没有跟着杀 所以明天的盘特别注意 明天的盘会涨 因为外资发现说 它今天的理由 什么苹果啊 什么美国盘后盘啊 都不是理由的时候 明天就是涨 甚至于大涨 所以你要注意 这个整个每个反应 其实你不要去管别人怎么讲 可乘差一点 不要买 你就省30块 华通量放太大 量放太大你就等它拉回 它就真的拉回 量放太大 就拉回 你不要小看这一点点 这都是钱 是不是 拉回还好今天 它能够再上去 如果这一段没上去 你都还不能买 这个都有技术上的理由 所以短线是SOP 你要最新建立的 差一点点就是不能买 差一点点就可以买 差一点点不能买 就是要把你接下来 任何短线的买单 都建立在趋势上的个股 而趋势上的个股 又要从进化的短线SOP 去做到更精密的判断 这样就对了吧 这样就是一个 我认为就是一个很完整的 一个操作的过程 然后如果你真的在没有时间 你再把你的电脑看一下 这里面都是成长性的个股 这里面都是有成长轨道的个股 这里面一排都是具备有成长轨道的个股 都是未来台股的生命力 然后如果你要知道说 短线上它为什么会涨 涨上去卖掉刚好跌下来 买下去刚好涨上去 卖掉刚好跌下来 为什么 你还可以利用一下你的电脑 简单的工具 让它变得更有效率一点 让你的时间更多一点 去陪你的家人去过你的生活 要不然你把每天的时间 都浪费在看股票上面 看了半天 又没赚钱又赔钱 这样你生活品质 是非常糟糕的 所以善用方法善用工具 善用我们最新建立的短线SOP 这个都是我跟大家呼吁的 它量放太大 量放太大 所以你把它卖掉 卖掉刚好打回 今天打回来这个位置 打回来这个位置 你要去找另外一个 短线的SOP 不是拉回来就买 如果你还现在是拉回来就买 那你还是没有听懂 什么叫做短线的操作标准 短线的标准作业流程 可是任何的股票我都希望说 你能够找到成长的轨道 你能够找到成长的轨道的个股 然后把这些个股趋势上的买点 用短线的SOP去建立 中国大陆农粮政策自由化 这是最近一个政策在酝酿中的政策 这个政策一改变的时候 你说要买位权 我觉得不是 买统一 我认为空间的问题 你要做一点差异分析 买电子股也好 差异分析 你要去抓到未来的成长轨道 这个就是成长轨道 大陆农粮自由化 成长轨道 一年 两年 三年 四年 五年 那这个成长轨道要更明显的话 股价就会飙嘛 那为什么会明显 因为政策的改变 政策的改变 它又是中国 这个烘焙用油市占率的第一名 所以我们今天买进的 是这一档股票 成长轨道 具有短线的SOP 老朋友请注意 真的 这一次我们要脱胎换股 老朋友回娘家 老朋友回娘家 把最后一样工具带到 脱胎换股 你整个操作上 在未来 你的一辈子的操作生涯当中 其实这一次的建立 SOP 是非常重要的 明天再会 拜拜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 及订阅